高雄轻轨大顺路段工程 5月2号正式启动 从龙山路到博爱路段道路中央 一夜之间架起长约130公尺的围离 我们这个地方把钢板庄打完了 然后整个香涵破除了之后 我们这个施工的机具 不用需要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就跟着会往 往这个中央分割岛内缩 让用路人的一个交通影响 降到最低 施工期间不只徒销路边停车阁 市府也商请沿线学校 放学后提供停车空间 考量车道空间有限 接风时段进行15吨以上大货车 公车也从大巴改为中巴 路线照旧不变 所以它以后并不是两个车道在一起 它一旦设站的时候是拆开的 所以它可以瘦身 瘦身的话我们是有信心的 以后能够维持大概两个车道 三米一跟四米二的车道 还有人行道 为了降低施工造成的交通冲击 市府团队除了监控分析路段车流资讯 透过周边道路耗制实质 加派锦力疏导交通 同时也针对老旧的下水道香涵 太旧换新 期许工程一次做到好 回顾轻轨二街 在美术馆大顺路一带 过去因为担心树木生态与交通拥塞 遭到部分民众质疑 然而经过环平环差 层层把关审核通过后 这项攸关城市转型的交通路网 重新启动 在地民众也多表支持 或许是施工期的不便 但是未来可能会带来地方上的繁荣 比如说我是楼上的住户 这附近的住户我就会觉得说 我交通上的便利很多 我就不用再自己开车骑车 对只要说疫情经过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方便性 中华路以西其实是大众 大众运输系统比较缺乏的 那未来轻轨可以连接这一块的空缺的话 对整个商圈的联络效果 其实是产生很大的正向下沉作用 从进行交通动态评估 模型试算到想办法解决民众问题 消弭杂音 终于让轻轨二阶顺利动工 这样的过程看在移居高雄二十几年的医师 高理军眼里正是民主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有不同意见那是必然的 那重点是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然后找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 那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品质是越来越好 预计明年十月底前 高雄轻轨将通车到C24爱河之星站 而随着轻轨建设一步步完成 更可加密班距 缩短后车时间 暂时的不方便是短暂的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 想象一下五分钟的高雄 五分钟就有一般轻轨在跑 会是很美丽的高雄 从无到有 高雄轻轨正一步步往2023年底 全线通车的目标迈进 届时民众往来市区 渴望更便利 更环保 而轻轨索尽之处 带动地方的繁荣 也一样指日可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ожно 切开最新线的积蓁